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历史上的名人的八字 清朝的刘庸 这个人的八字 我们知道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很有名 电视剧 电影 有的时候经常表现这个人 经常出现这个人 有的时候呢 给我们感觉是很搞笑的一个人物 但是明显感觉出这个人很有智慧 比如以前的电视剧 就是宰相刘罗锅 当然未必是真有其事 但是呢 就是通过一些 不管是正史也史 给我们介绍出这个人 让我们知道这个人很有才华 很智慧 这个八字就是甲子 丙吟 吉丑甲子 这个八字一看 就是乍一眼 就是一打眼 一看 这就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人 身材不高的人 对吧 其实会看的 都非常简单 这块呢 我不做注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呢 极土日主 生于银月 生于银月 那么来看 透出甲木 透出甲木 那么甲木 透出两个 这俩是他的观星 因为这里藏着甲木 藏着甲木 所以说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正观格 这是正观格 而且呢 观印两者皆透 那么观印相配 观印双全 这就是观格透印 同时观印相姿 就是观来姿印 观来生印 观来党印 都可以这么论 透了两个观 这俩观星呢 都与自己相合 与这个己土相合 有人说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观魂 观魂呢 应该不这么论 应该是什么呢 观和煞才叫混 两个观呢 叫重观 那叫重观 观重了 这种情况下呢 有人说 是不是多少破损的格局 他这个不破损 不有损格局 是非常纯粹的 各位来看 这是什么呀 财星啊 财星啊 财来自观 观来生印 印来生身 看这是非常好的流通 再看这个 这直连观来自印吧 然后这俩上下比和 这是水来生木 这是相合 这是暗合 都是一个相助有情之士 紫和银呢 有人说 这怎么论呢 是论生吗 应该论和生 有人说了 紫和银没有关系 不论生 这个呢 咱们暂且合在一边 那属于另外的一套东西 在这里我先不讲 我只告诉你 这个紫水可以生一木 但是不是你所理解那种生 但是我只是先说到这了 那属于高级理论 怕初学者听不太明白 我只告诉你 它整个八字 是相互都是有情的 这就叫做有情 有情 有情同时 有力 谁有力 各位来看 银木后出甲木 那就是观星有力 同时银木生柄火 印星有力 两个紫水 财星有力 而且最关键的这个财 与丑土相合 这是什么东西啊 紫丑相合 有人说 是不是可以看一下和画 一看紫丑和 甲己和 天地之都和 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都和土之 首先有一点 它不会和化成土 因为没有真正的化神 但是它都往土那儿奔 什么意思 土是他自己 官往他那奔 财往他那奔 说明什么呀 这个人绝对是高官后路啊 最起码一点可以定出来 就是它是有钱有地位 最起码定出 有钱有地位 因为都往他这儿去 他自己是土 你想官和财 都要往土那儿拱 所以你看 是不是它特别能够吸纳官 吸纳土呢 所以它也是一品大员了 那么再来看 上面听看 官印相资来生他 同时官也和尘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 甲目观星 一个在年 一个在时 这是贴近相合 贴近相合 这是什么呢 这是远来相合 不但远来相合 它还带着一个印 来跟自己和 那可见 我们讲 年为国家 为特别特别大 所以说 可见是国家的权 有一部分 交给他来管 对吧 所以你看 他是掌权的人 又是官格 又在年上透 又没有破格 又自己有能力来担 这是什么呢 身强 听好 身强 有人说 按照传统 不是按照传统 有人说 按照旺衰法来看的话 身弱呀 这个八字 俩观星来刻 非常不好 不是这么论八字 各位 这个八字一看 他是身 最起码不弱 咱们就算不论身强 他最起码不弱 最起码不弱 又有炳火来生 转观煞 这是观煞之气 转观煞 生硬来生身 而且观星 在这有情相合 这种刻和 不论真正的质 所以 整个地支 也是偏向于土性 所以这个八字非常非常好 有利 有情 而且财 观印 皆有 观印 透出 又是观格 说明观 非常厉害 同时又加上印 在这 印也备生 说明有学问 印有学问 然后同时 子水财星 藏起来了 财还不漏 最起码这个人 有钱 他也不外漏 所以你看 咱们对他的理解 就是很多人的 这种通过电视剧 通过什么的方式 来了解他的话 觉得他不是腾瓜 从八字也看不出来 为什么呢 藏着呢 这财都藏着呢 在地支呢 没在天干啊 所以这个非常好 属于财 观 印 三者皆有 不但皆有 还都有情 财和印 还不相爱 按说财是坏印的 他们俩之间还不相爱 说好 然后财还藏 关心透 又有根 又有情 又无碍 这八字格局 非常舒服 所以我们管这种格局 就叫纯粹的格局 挺好 这才叫纯 纯还粹 出类拔萃 而且太太 有意思了 可是为什么要 太有意思了 我们发现 这个隐瞅还暗和 子瞅是明和 都往瞅那儿和 瞅是谁呀 瞅是他媳妇 这是他妻子 他太太 这个八字 财星是在这 这是他妻子 这是妻子公 这是妻子星 星 公同段 与紫微斗数很接近 有些时候 星公同段 紫微斗数多一个象 就是公向星同段 但是这里头 星 公同段 那么过来看 子水 脚羹牛羊 以及鼠猴香 出现鼠 出现鼠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天以贵人 他的媳妇 临天以贵人 同时子瞅相和 这种格局 是典型的 媳妇漂亮 啊 媳妇很漂亮的 别看 历史上 就感觉这个人 又矮又挫 还有罗锅 但他媳妇很漂亮 这就是天以贵人 又加上临水 水的天以贵人 水的七星 又合到我的宫 特别好 这漂亮 就是我太满意你了 啊 贼重心你 贼重义你 啊 这是香港人读成中义 啊 我很中义你 啊 就是我很喜欢你嘛 所以这就是他中义 他 因为他合到他这儿了 他合他心 这是人的头 胸部 啊 胸部 腹部 然后腿 这个日之底下 为核心 也代表心态 思想 他合到他思想里面 说明了他贼喜欢 他老婆 然后 各位来看 他整个是一个贵气临身 你们看看 像这种八字 他不当高官 谁当高官 所以像这种八字 流通有情 这就是我们讲的流通有情 其实我在这节课讲了很多很多东西啊 流通 而且有情 而且有利 而且无爱 这个爱啊 指的是财不坏印 财在这儿坏不着这个印 所以财不坏印 无爱 你看 而且有贵 有贵就天以天得月得这些啊 日得什么的 有贵 你看 流通有情 而且是什么呢 财 官 印 我们管这个叫什么 三旗 三旗拳头 三旗接背 不是所谓的甲午庚优扬 那个三旗 不是甲午庚一丙丁 不是郑伟心 不是那个三旗 是这个三旗 那是神下 我讲的就是财官印 我们讲的时辰三旗 你看 这个八字 哇 而且这个是 无破局 纯粹 刚才我也讲了 纯粹 而且还讲了 透 与藏 你看这个八字 可以做成练习 或者说案例啊 有透有藏 透的是官星 印星 没有透财 藏财 有意思吧 而且才来合身 合身 这个合身 不是那跟他斗那合身啊 两儿相差好几十岁呢 就是这个是合自己的身 然后透藏 有意思吧 而且这里头合 合谁 暗合 有一个暗合 这么说 暗合 明合 你看这里头藏的知识有多少 这叫明合 这叫暗合 当然了 这个子和银 我在这里先不讲 总之这个八字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感觉 一直所有的东西 财官印 都对他是帮的 都对他是相补的 所以他 就是身居高官 那肯定后路啊 那不用想的 他不用贪 他不用像和珅那么贪 他自己也有钱了 太有钱 因为 这个字和这个字 这一左一右啊 这个叫双鼠叶游啊 这是一个非常极品的 这么一个格局啊 就是有另外一套算法啊 叫双鼠叶游 哎 你看两只鼠嘛 哎 一头一尾 又加上这个本身 叶里登的嘛 对吧 所以双鼠叶游 这种格局 就是甲子和这甲子 能够掉过来 编导 掉过去 说白了 这个甲己 子丑 相和 这个甲己子丑也相和呀 你想想 他能够把棉上的甲子和过来 这个甲可以看成谁呀 皇帝呀 你可以看成乾隆啊 乾隆非常买他的账啊 你看看 是不是 所以整个这个 巴子就是看着舒服 你怎么看着舒服 这一看就是 领导喜欢他 媳妇喜欢他 同时自己有学问 自己有钱 自己有官 什么都有 你说这个巴子 咱们就看刚才的流通 就知道了 很多人巴子不好 贫穷 妖亡 为什么呀 走 赚的时候 赚不通 刚走一步 咔嚓掉井里了 这个就不是啊 一直在顺呢 所以我们看看 是不是他能够流转 能够有渊流 能够流通 而且格局没有被破 这些知识 我们都要学会 好 今天我们简单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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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